大家好,歡迎來到這次的萬迷早晨節目 我都知道,今天這次節目不是講新組,是講一些轉會的策略 因為很多朋友說新組聽到有點悶,沒有什麼特別的進展 也有報道的,不過我們也有報道過,所以我就不講了 但我想跟大家講一些轉會的策略,其實變化真的很貴死多 今天有一兩樣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關於Requellon,即是列古朗 因為有朋友說,列古朗好像正好,沒有所謂 我其實對於球員的中文餅,我沒有所謂 大家告訴我哪個餅比較好用 最重要是什麼呢?最重要是我記得,因為我經常都不記得 Requellon,列古朗這單轉會,其實有些事情 這個策略我覺得都挺壞的 儘管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到的報道就是太陽報的報道 不過就不是他說的,他是引述了一個叫Cope Club 的一個電台來的,就是一個西班牙的電台 他有Podcast,亦都是說,我網上看到 他是全西班牙第二多人聽的電台來的 他裏面有一個節目說,他說萬聯真的有興趣 這個新價,大約2700萬英鎊的 左閘的Requellon,23歲 但是王加馬德里也說 他們是未必用到的 但是,王馬有時候的轉會策略都挺壞的 就是什麼呢?他們說 他們需要一個回購條款,就是用同樣的價錢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件事就是 譬如,萬聯就可以以2700萬英鎊 簽入列股浪 但是,有一個條款就是 在這個合約裡面,我們王馬 隨時有一個選擇,就是用同樣的價錢 買回來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萬聯呢 你又不知道他用多久的 就是買了回來,可能一年也好,兩年也好,三年也好 反正他踢得好的話,王馬就隨時可以用回原價 就是萬聯,你一毫子都沒得賺 那便幫他訓練球員 王馬適用就拿回去了 為什麼王馬會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用不到他 因為現在呢 又有Mandy,又有這個Marcelo 根本上就肯定用不到 列股浪的 但是呢,他們呢 又想保持這個球員 因為始終年青 遲些呢,慢慢就會用 所以他就覺得 既然是這樣,我現在賣給你 但是我原價可以買回來 那你就幫我練兵 那我到時用回原價 老實說,如果萬聯 在萬聯踢得好的話 那新價當然不止 還有,王馬便是免費 就是差不多免費 有人幫他訓練球員 所以這件事呢 絕對是很賤的 也聽聞萬聯對於這件事來說 就非常反感 因為老實說 就算錢那裏 我不跟你算 但是你變了 我買了球員回來 我用他 甚至乎可能提升到他之後 一個不小心 一個屈尾十,你就拿回去 最重要的是 我一毫子轉匯費都賺不到 所以據聞 就是因為這個條款 萬聯對列古浪的興趣 非常非常小 也覺得 王馬這樣說 就是叫我們不要用他 其實他這樣說 就是租給我們一年 很簡單 就是租給我們 不過就不知道幾年 王馬在這件事裡 如果萬聯真的答應的話 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 就真的不行 還有看著這件事的時候 就看到萬聯 其實其實我們 事實上 你看我們的轉匯也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們這麼少 外借球員呢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 我們都 感覺上 就是想買一些 我們適用的球員 如果適用的話 就一直維持 維持到 打到沒用為止 很多時候我們萬聯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也 解釋到 為什麼我們這麼少 外借球員 就是去其他球隊 租借球員回來 因為租借就只有一年 或者兩年 對於我們的想法 就是我們希望 球員可以用得久一點 如果來了的話 希望可以長遠地在萬聯發展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看到 王馬的轉股策略 真是層出不窮 而且 其中 尤其是正常情況 現在就差一點 說真的 在正常情況下 告訴大家 我不要等錢花 所以我能夠做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好 不如做個過場 現在說第二個轉股策略 這個轉股策略 就關於新組 還有 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一點 不過想說多一點 趁這個機會 就是什麼 早幾天 我們不是說過 Ian McGarry 例如說新組 如果他能夠代表到 英格蘭超過十次的話 他會有一個 即是有一個 紅利 現在就應該等著拿 等著出 原來 之前也有幾個球員 也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所以新組 就不是第一個 但問題就是 要真的小心 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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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過了你的戶口 放了你的袋 才要走 如果不是 就有變數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有兩位球員 之前也做過 類似的新組 這個動作 包括 我們的隊長 麥加亞 以及尼瑪 根據 Express的報導 其實兩位球員 都曾經 因為要等一些 他們球會 給他的 忠誠的 紅利 遲了才轉會 但是 他們倆的遭遇 有點不同 尼瑪 當然 尼瑪 其實尼瑪 很出名的 他當時二億新架 去巴黎四日二門 的時候 延遲了一點 因為 他是想拿 巴塞給他 忠誠的 優惠 中誠的 優惠 中誠 中誠的 報告 就是這樣說的 很多時候 球員很久 就會給他 紅利 給他 給他 跟他 經理人 也有 尼瑪 那時候 是這樣的 他也聽說 原來 理論上 尼瑪 在巴塞 留到五月 已經得到 紅利 的優惠 但是 他同一個暑假 之後就轉會了 所以 這件事 非常非常出名 尼瑪 和巴塞 也有搞了一段 好像有打官司 還在說 其實我已經符合了條件 應該有個優惠 但是巴塞 就說 不是 這個優惠是你一直留下 但是 有個日子 結果是怎樣 我也忘記了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巴塞 終於是沒有給他 另外 麥加亞的轉會 由李承轉到萬聯的時候 也是有類似的情況 當時 就破了 中堅的 最高轉會費 由李承轉到萬聯 當時來說 麥加亞原來 扭扭靈靈 原來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 忠誠的 邦尼士 和他的經理人 都先代了 麥加亞又聰明了 他又代代平安了 才轉過來 所以 大家要留意一點 我們 其中 經常有個說法 麥加亞那單轉會 為何搞那麼久 等一大輪 結果都要給過 破紀錄的轉會費 大家信不信自己 去決定 原來 等下卡蘇就說 有一個原因 原來還有另一個原因 為何搞那麼久 就是麥加亞要等 拿到忠誠的優惠 拿到那塊錢 包括他和他的經理人 才肯轉過來 所以 我想他們的意思就是 新造這件事 會不會都有一個可能性 這個當然是有 但是 那個優惠已經完成了 但是 什麼時候代落 新造的袋 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件事 仍然繼續搞下去 就是這樣 不過 當然 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我相信 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沒有理由就是 因為這件事 如果這些情況是真的 有時候 未必怪得 萬联會團隊 因為如果真的有這個情況 球員 是要延遲這個轉會的話 其實 我們的轉會團隊 真的不是做得很多事情 OK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 遲些 成了之後 就會更加多人說 不成了 我想都會有人說 Anyway 多一個資訊給大家 講講一些球員 和經理人的一些轉會策略 嘗嘗口味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